白毛小弟胆大包天 想逼辉哥退位 气得他抡起酒瓶子就砸 一声巨响过后 对方就如同死狗一般趴在辉哥脚下 这一战白毛惨败 只能灰溜溜的离开 辉哥的霸气却在一晚上传遍香港 然而树打着风 这天晚上 一个酷似陈奕迅的小警察 突然拦住他的车 说要告诉他个秘密 一开始辉哥根本没把这句话当回事 他吃大江湖多年势力非同一般 谁活得不耐烦了敢对他下手 可话音刚落 保镖乌鸦哥突然把他扑倒 紧接着无数颗子弹 朝他们所在的方向扫射 一阵混乱过后 简靠躲在车底才捡回一条小命 乌鸦哥根据枪声判断出 杀手藏在对面大厦的天台 抢过小警察的手枪就冲出去 原来小警察只是实习生 拿了把假枪出来装样子 另一边的杀手还在开枪 辉哥终于相信了小警察的话 为了弄清是什么人要对自己下手 他决定召集四大社团的画室人开会 第二天一早 受到惊吓后的辉哥 先是拜了关公 然后让妻子给他特制了一件防弹衣 这下才放心地去找四大画室人谈判 几个大佬聚在一起 房间里烟雾缭绕充满杀鸡 其中三位画室人给出各种理由 证明自己不是幕后黑手 只有围手的吉哥 一直捂着嘴部说话 是出反常必有妖 辉哥问起原因 结果吉哥说不久前他刚查出的了废案 都没几天活头了 所以买凶杀人的肯定不是他 其他几个大佬文言连忙灭掉手里的烟 开始给吉哥推荐其治病的妙方 眼看着话题跑偏到如何养生上 辉哥出声打断 如果让我发现哪个对我不爽的 我是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辉哥放出的狠话 根本没人在意 辉哥无奈只好起身离开 结果有个寸头小子跟了他们一路 说自己想拜辉哥当老大 在道上混最忌讳不讲道义 寸头小子随随便便就想换大哥 这种人辉哥根本不会收 寸头小子惨遭拒绝 竟然大言不惨说辉哥以后一定会后悔 见他这么狂 乌鸦哥一拳砸在他肚子上 狠狠教训了他一顿 投奔辉哥无果 寸头转眼就败入吉哥门下 本来收了几个小弟 想给自己撑场子 哪知道他们只会张嘴要钱 寸头为了面子不能不给 导致他现在连顿饭钱都掏不出来 正巧辉哥今天也来这里吃饭 好心为他垫了饭钱 饭吃到一半 辉哥收到消息说 吉哥费癌晚期刚刚过世 同为道上兄弟 赶去医院送他最后一程 看鸡嫂哭成泪人 辉哥好心安慰 其他三位化石人却以为他居心不良 想抢吉哥地盘 原本辉哥并没有当回事 可当晚他再次遇到刺杀 一火面具人突然出现 举枪扫射 乌鸦哥及时将他推看 与杀手展开激烈对决 奈何对方人数太多 乌鸦哥只好掩护辉哥撤离 而他自己则中了好几枪 两人一路跑到后下 乌鸦哥受伤太重 以为自己撑不了多久 于是把自己心底深藏已久的秘密 说了出来 我本来不是gay 我一直都喜欢女人 一直都跟了你 万万没想到 辉哥的魅力这么大 连乌鸦哥都情不自禁爱上了他 作为辉哥身边最中心的小弟 乌鸦本该守好自己的秘密 可就在昨晚 他们遇到了一群杀手 为了掩护辉哥 乌鸦身受重伤 他也终于忍不住对辉哥表白心意 其实我一直 一直 都好爱你 说完 乌鸦就冲出去 打算跟埋伏在周围的杀手同归于尽 可他挨了一枪倒在地上 杀手却毫发无损 继续追杀辉哥 辉哥被逼到角落无路可退 眼瞅就要开枪崩了辉哥 这是一道白光闪过 杀手就倒在了地上 而前来救他的 竟然是个打扮成乖二爷模样的人 对方自称是官二爷显灵 辉哥显然不相信 但说到底是救命恩人 只好把官二爷带回家好好伺候 手下们得知辉哥又被刺伤 连夜赶来一起讨论 谁会是幕后黑手 其中一个小弟认为 这件事跟四大社团脱不了干系 听了这番话 辉哥毛色顿开 不料 官二爷很不赞成辉哥的做法 他认为初来混一字当心 应该化干戈为玉帛 听了这话 辉哥大骂他数目存光 难怪一辈子只能当老二 阿伟一顿骂 官二爷心情十分低落 他意识到现在这个世道 已经没人再讲终于 失望至于选择了离开 这时辉哥才意识到 原来对方真的是官二爷显灵 第二天一早 他坐在官二爷向前 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太不讲义气 半天没想出来结果 他决定先去医院看望重伤的乌亚 结果两人大眼瞪小眼 气氛一度非常尴尬 乌亚后悔当时没忍住跟辉哥表白 但说出去的话无法收回 只能怪辉哥太有魅力 身为直男的辉哥也是慌的一批 但为了不让好兄弟含心 他还是答应下来 只是以后打死他 他也不会跟乌鸦一起洗丧拿了 而辉哥的魅力源不止于此 告别乌鸦后他来到监狱探了小弟 对方曾经也是他的左膀右臂 为了给他顶罪才建了监狱 可小弟一点不怪的 还说他是自己见过的最好的大哥 小弟越是这样 辉哥心里越过一不去 他终于开始反省自己 也意识到身为大哥 就应该扛起大哥的职责 而不是把小弟推到前面 回想这些年 他确实仗着自己的身份 做了很多不靠谱的事 比如曾经一个口误 就让跟他作对的大佬菊花开满山了 发生这样的事 当然是要出江湖监杀令嘛 我这讲一次啊 那个家伙出卖他老大嘛 当然是出江湖监杀令啦 哇 阿发听错了 回到现在 走出监狱的辉哥决定痛改前非 当个好老大 就在这时 他手下的小弟又出事了 看到这里 港歌要开始安领 也许有很多人在用Netflix这个网站 但其实你所在的地区 能看到的视频内容 只是Netflix所拥有的一小部分 所以你就需要一个VPN 来帮你得到更多内容 港歌强推Xpress VPN 这是一款可以让我们更改 在线位置的应用程序 比如说 如果你想看 肖申克的旧赎这个电影 就可以在Netflix上 搜索它的英文名 如果明明没有 但搜索列表的左下角 需要这部电影的全名 那就说明 Netflix其实是有资源的 只是你看不到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 Xpress VPN 切换到其他国家的线路 就可以网络出国 然后我们刷新Netflix 现在就能看到这部电影了 如果把地区改成日本 就可以看到你想看的热门动漫 什么鬼灭之刃 活影忍者都可以轻松改 Xpress VPN不仅速度快 还适用于各种电子设备 且可以同时链接八台设备 和家人一同分享也不是问题 而且 Xpress VPN还可以让你外观看 1000多个节目 所以别再局限于自己国家内的节目了 偶尔也来看看外面的世界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我的专属链接 HTTPS3W.Xpress VPN.com 斜杠杠片购买 我会把网址留在评论区 这样不仅可以获得三个月的免费服务 以及30天的退款保证 实现零风险消费 小伙伴们一定要试一下 小伙第一天出来混社会 结果刚放完狠话 就被人砍死在街头 而他的身份还不简单 是黑老大灰哥女友的弟弟 人都死了 还讲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去买个Prada 打发完女友 辉哥又收到消息 说是四大社团话事人之一的陆老四 要约他谈判 原来女友弟弟就是被他干掉 为了给辉哥一个下马威 陆老四想抢另外一位话事人鸡哥 去世后留下来的生意 辉哥作为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陆老四说想听听他的意见 话音刚忘 辉哥却突然大笑起来 陆老四今天带了几百个小弟守在外面 看样子准备大干一场 但辉哥早已想好对付他的办法 接下来 不管陆老四说什么 他都大笑不止 让陆老四自乱阵脚 辉哥说根本不用分 他愿意把地盘全让出来 但前提是陆老四得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说 我现在什么都不要 就这样走出去 全有你这个堂口 接下阿基的生意 别人会怎么说你 陆老四仔细一想 觉得辉哥说的很有道理 自己费尽心机忙活半天 到头来便宜全被辉哥占了 陆老四越想越气 甚至气到心脏病发作 可惜辉哥作为黑道大佬 只会杀人不会救人 拿出电线想给陆老四来个电疗 结果直接把他炸出去老远 再这样下去 陆老四就真被折腾死了 辉哥只好拿起电话叫救护车 好在抢救急时 对方很快就醒了过来 不过 经此一事 他也意识到自己不是辉哥的对手 主动求和后跟辉哥一笑敏恩仇 此时一家餐厅里 真凶终于露面 吉哥的老婆跟手下小弟卖菜 说吉哥刚死没几天 辉哥就想抢他的生意 欺负他们孤儿寡母 被他找来谈话的小弟 正是之前跟辉哥有仇的寸头小子 当即让吉嫂放心 说自己会去干掉辉哥 此时 辉哥还不知道危险即将降临 正在餐厅跟妻子如姐谈判 因为给女友买包的事情暴露 被如姐知道他在外面养女人 他想让辉哥退出江湖 不要再做缺德事 这次辉哥沉默了 身为黑老大可以不出去找女人 但不能轻易放弃手底的小弟们 此时 寸头打听到辉哥吃饭的餐厅 告别女友后 就拿着砍刀冲上去 袭击外面辉哥的小弟 但他是单力薄 很快就被按在地上摩擦 关键时刻 女友从后面偷袭 虽然救了寸头 但他自己却被砍了一刀 寸头把人扶到角落后 正巧看到辉哥出现 于是上前把人叫住 辉哥见来者不善 拉着如姐就跑 但还是被寸头追上 挨了好几刀 为了救人 如姐捡起路边的一根铁棍 扎进寸头腹部 结果自己挨了一刀 看见自己是爱的女人受伤 辉哥彻底被激怒 吃手空拳跟寸头牛打在一起 然而他毕竟年纪大了 刚开始还能抵挡住寸头的攻势 但很快铁力耗尽 被寸头制服 眼看就要被扎穿妖子 小弟们终于赶来 抓了寸头牛 逼得他不得不放下武器 随后小弟一拥而上 将他按在地上一顿暴躁 你要杀他就先杀了我 看到两个年轻人情比金尖 辉哥就想起了曾经的他和如姐 最终还是心软命令手下放了他们 他则跟如姐互相搀扶离开了现场 电影的最后 辉哥终于意识到 如姐对他而言有多重要 他选择退出江湖 跟如姐回到他们当年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可就在这时 远处的一把狙击枪 对着了辉哥的脑袋 只是没人知道他是谁派来的 正因了陆老四曾经在医院里说的那句话 江湖告急这部电影 光看名字和主演阵容 还以为会是个正经黑道片 但其实是个不这不靠的黑色幽默片 里面贡献了非常多的名场面 尤其乌鸦哥表白的片段 简直震撼到小编了 不知道大家对里面哪个情节印象最深 评论区里交流一下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